老霍哥来喽 hello大家好 我是纸淘老霍的老霍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今天到了周三了 老霍哥给大家会上两件藏品 这两件藏品的品相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都是小气 非常适合我们上手把玩收藏的好东西 我们就一一来看 首先给大家介绍 这个梅开五福的 这么一个甘之梅的一个粉彩碗 时代是什么时期的 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个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早期的 一个化甘之梅题材的 这是一个粉彩 我们首先他看一下他的时代 到不到民国 到不到民国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底胎 我们看这底胎了 底胎非常的怒 看了吗 这种胎就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民国时期 晚清民国时期的一种底胎 包括底下还有一个款式 写的是江西徐振昌出品 徐振昌肯定是一个小名家 是一个绘画的小名家 我们看一下他绘画的甘之梅 还是比较细路比较洒脱的 我们甘之梅的画法 基本上都是这种画法 一个折织的这么一个画法 然后我们画上梅花 梅花都是五半的 梅花开代表五幅道 上面也写了梅开五幅 然后我们看一下梅花 梅花画的还是比较洒脱的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是后材 就上面打玻璃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碗里面是比较盈润的 看一下比较洁白盈润 这是什么 胎质比较好 到了民国时期 我们一个是胎土 再一个我们工艺 都比晚清清代时期 要提高了不少 所以我们胎土淘气比较干净 工艺也比较好了 所以我们黑点所有点 就比较少了 再一个我们胎体做的可以薄一些 后面会有一种提示 提示写的是霉占春光 然后口部会有描金 描金略有一点脱落 这都是摩擦使用痕迹 这个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为金彩是最难保存的 它脱落都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不脱金的东西 大家就要提防了 就要小心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右光 我们都说过 真品的右光 有点像人的汗毛孔 大家看一下 放大了以后仔细看 我们首先看右光 右光比较滋润 比较像河天宇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开门的 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右面 右面有一点点 波光灵灵的这种感觉 东西是开门大佬的 那么我们这个碗子里面 还是非常干净的 大家看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所有 小黑点 就有那么一个 唯一的那么一个 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小黑点 那么就说明 我们这个民国的工艺 跟瓷纸 就是比我们晚清的时期 跟清代时期的要好很多 所以我们胎纸 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薄 而且我们上面 而且非常干净 那么我们这个干枝煤的煤花碗 我们给它量一下尺寸 口径是11.6厘米 高度是5厘米 我们这个小碗 可以当茶碗 是非常不错的 即使不当茶碗 我们就在家中摆放欣赏 上手学习 都是一件 非常美的一件 倒带的一件 老气骨 那么咱们喜欢的话 就不要错过 像这种东西 还是非常开门的 非常适宜我们收藏 画的又比较潇洒 梅花 寓意又好 这个如果自己 再配一个小几盒 这个送个礼什么的 送个亲人 长辈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 好东西 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首先它这个画片 是一个官样的画片 大家要记住 这种画片的话 在我们官邀里面会有 就是一个花卉题材的 这是一只牡丹 这是一个菊花 这种花卉题材的 就是这种质使 这种样子的 是属于官样的画片 然后我们翻过来来看 是不是官样的画片 我们看一下 它的底款 也是一个大清光绪粘质 这是一个官款 但是它不是官邀 老哥哥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不是官邀 我们首先看 它的修胎修足 没有泥丘背 大家要知道 我们老器物 这个泥丘背 是修的是非常规整的 就是我们老器物 就像修的手支盖一样 非常的滚圆滚圆 但是我们这件器物 修胎也是非常的规整 但是达不到 我们官邀的那种水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款式写的非常不错 大清光绪粘质 它的肩架结构 上下左右的距离 跟我们官款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稍微差了一口气 就跟我们官邀 所以说我们这个 只能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是民谣系路 或者是他们所说的 这种二机关 二机关是什么 就是民谣系路 它其实它不是官邀 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其实我们通过它的画法 以及我们开制款式 它的时代 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上线是晚清光绪年 下线是什么 是我们民国早期 一般像这种画片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江西辞业公司的 大家要记住 江西辞业公司的 也会做这种画片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官邀的画片 所以它下线的 就是我们民国早期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绘画是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工整 我们要知道 这官邀的画片 画的是非常的细 甜彩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卉 花卉的花瓣 画的非常的仔细 我们叶子叶麦 大家看一下 叶子叶麦 上面这个纹饰 画的都非常的细 包括我们这个田 这个枯料 田的也是非常的规矩 不会出我们这个边框 就是每一笔 都透露出什么 就是这个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仔细 所以说我们这件器械 它一个晚清民国时期 一个二极关的 这个民谣系录的 这种一件产品 东西是非常的不错 品项是非常的完美 基本上就是属于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后天形的磕碰 重线 飞皮 小一咬 包括我们的底胎 都没有 然后就是有几个小黑点 有几个小黑点 还有这一个 这是都是忽略不计的 因为我们柴谣烧制 官邀也会有这种小黑点的 然后我们这个尺寸 给大家量一下 尺寸大家看一下 10.5厘米 高度2.5厘米 我们这件小盘子 就是全美品的市场价值 应该是在四五千左右 那么这一件器械的老货根 也会给大家一个超值超低的 一个市场价格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那么我们同行的朋友 也可以 这件可以入手 为什么可以入手 因为我们同行好多 会把它当一个官邀 或者是真正的二极官去买 那个价格就高了 那么这一件器械 非常值得我们上手学习 寓意又比较好 画片又是一个官样的画片 款式又写的非常的正 是一个值得我们收藏 学习的一件倒带的一件好东西 大家看这个二层台了 就是这个小足颜 这个二层台做的 都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东西 是非常开门大佬的 这么一件器械 那么喜欢就不要错过 咱们今天的视频 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货哥的视频 别忘了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货哥查案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视频的右下方 去点一下关注 我也是希望咱们仓友 多多支持老货哥 多多点赞留言 这样老货哥才有动力 给大家淘更多更好的 价格实惠的老东西 像这种东西 都是非常开门老的器物 而且都是属于民谣的小精品 东西虽然个体不大 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上手学习 包括白赏西赏 实用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我们就找老货哥 13931817666